紅色機車摔入溝中車輪朝天 他被吊起來的時候 車尾燈還亮著 已經摔得支離破碎 騎士呢 當時連人帶車摔了進去 消防隊到場發現 人已經沒了呼吸心跳 抬上來之後送醫急救 還是沒能救回來 車禍發生在台61線北上 西濱快速道路 苗栗後龍路段的慢車道 騎士人車摔入溝中 傷重不治 溝中還看到一盒 台中名產太陽餅 手機也掉落溝中 眼鏡跟安全帽則在路上 機車貼著學校的通行標籤 騎士是23歲的流行大學生 他就讀台中的一所科大進修部 騎機車北上返回住家 這趟路程超過100公里 中途騎了70幾公里之後 在後龍發生意外 家屬跟警方說 他平時搭車 也不知道這一趟為何騎機車 流行男子 一騎乘重機車 在該處不明明自摔 其實被發現的時候是五號下午四點多 但是摔下去多久呢 事發時沒人報案 警方調閱路口監視器 發現兩點多 他騎著這輛車 經過西濱105公里處 跟事發地點相差兩三公里 估計意外就在經過這個路口之後 往北沒多久發生的 現場地面留下了機車刮痕 是疲勞自摔 還是其他原因 有待調查釐清 TBS新聞 謝國金吳淑平 苗栗報導 紅消息